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内容上角度来讲 我们用比较少 他的文字内容少 他都是全是视频语言的 视频这东西我们引起来就有困难 因为现在的版权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而班农本身呢 确实他川普跟他真的是保持距离 这是一个很令人感慨 我只能说很令人感慨的一个场面 班农 朱利安尼 鲍威尔 这个菲林将军 朱利安尼相对好一点 我以为朱利安尼相对好一点 但是对其他几个人 川普相当保持距离 而那些人呢 非常支持川普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很尴尬的层面 川普保持距离 而那这几个人又讲出的话 非常的冲 就有冲击性 这就中间 中间我的意思是中间有份啊 中间有份的时候 那你他去讲述了他的意见 可不代表川普有所行动 而他们在外面去这么去 非常强烈的去呼吁川普 如何做如何做如何做 那那你现在看来 你比如说学习林肯 学习林肯 班农他们当初都是这么呼吁的 川普没有能力学习林肯 其实在天意当中他没有能力 那而班农他们讲的是对的 可是呢 他们因为在局外 这话就不好这么说 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圈落跟氛围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状况 中间就是不一样 所以这就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有所难处就在这里头 但确实 你比如说像班农的主意呢 很实用 因为他确实是 他不去讲那些乱七八糟 他就讲说 他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非常深刻 而且完全具有实作 就是行动能力 他完全具有行动能力 基本上是这样 在这篇文章里 这是华盛顿观察者报 他说班农今天再次提出来 提出一个时间表 川普应该做议长 做了议长去弹劾拜登 然后再辞职竞选2024年的总统 这个说法不是现在才说的 这个说法在今年的四月份吧 三四月份就提出来 而且这个说法已经被 川普否定过 或者说 谈不上取笑 但是呢 他的儿子 川普的儿子 曾经否定过 他的大儿子 说川普不会去做议长的 可是呢 班农今天又在今天的节目上 再次提出这件事情 所以华盛顿观察者报呢 拜川普很 很在许这家媒体 他主要是网络媒体 他不是视频 是有 不多 那观察者报就很敏锐的意识到 班农再次提到这件事情 他里面的细节 他里面的细节比较简单了 他里面的细节比较简单 主要当时班农谈到就是 阿富汗出事情 在那个事情的过程中 那在班农的角度来讲 应该是有人要为此负责任 那要能够使用军事法庭 使用军事法庭 因为撤军吧 这是军事行动 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要有人承担责任 那拜登是总司令了 是应该军事法庭 另外一个是米利 是米利 然后他就在这里 就再次提到一个说法 这个政府就是现在拜登的政府 不应该再持续了 他坚信在明年 共和党人应该能够获得众议院的 众议院的 就是明年的中期选举 共和党人会夺回众议院跟参议院 那这个时候 那民主党应该推选川普作为speaker 美国宪法没有规定 议长必须是众议员 但是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选出一个议长 是普通的美国公民 没有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如果他完全按照宪法的角度走 所以班农就说 共和党人核心 齐心协力 让川普成为speaker 川普成为speaker之后 在一百天之内即刻弹劾拜登 他一定可以弹劾成功 所以弹劾拜登 弹劾副总统 都给他弹劾完了 川普就成为美国总统 当川普成为美国总统之后 他在辞职 去竞选 2024年的美国总统 所以班农再次又这么讲 这个话呢 他主要阐述的是这件事情 然后后面就引述了 在过去的时间里 就是今年的六月份 在福克斯商业频道 是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说极不可能 但是呢 后来再去再去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又说呢 对不起 他又说呢 这个想法很有趣 想法有趣的说法 当时川普是在一个 一个博客的节目中讲的 那麦卡锡呢 在6月18号 谈到这个问题说 他说 他澄清 川普希望麦卡锡成为发言人 而不是川普自己成为发言人 所以这里面在讲述着 在整个这个过程中 川普的态度 跟涉及到 共和党人的一些态度 我个人觉得一点都不重要 我个人觉得一点不重要 这里面最主要的 其实是川普的个人的态度 那按照法律 确实是那样能够成功的 第一个 第二个 那共和党人当中 共和党议员当中 就是 与川普做梗的人 也满坚决的 也满坚决的 那川普透过这些技巧的方式 来重新获得权力 参与 众议院的speaker权力蛮大 你看看佩洛西你就知道 权力相当大 他以此方式获得权力 那对于整合共和党 是有很大作用 这也是真的 那 然后以此来 来能够抱他一见之仇 在拜登的任期之内 抱他一见之仇 班农够狠 我只能说班农够狠 但在我个人的角度里 我们只能就这么看 我个就我个人 我个人就跟大家分享 美国在政治局势当中 在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看到这么一个氛围 因为这个东西太手段 太手段 太方式 你要说谈凶狠吗 那川普以在大选中 以这样的方式被夺走了 他的总统大位 那难道不凶狠吗 所以不好说 我个人只是说 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讨论 那作为一个 所以我个人 我个人没有意见 我个人没有意见 我们不去 我们不参与政治 不管 有些朋友可能听到说 涛哥你这瞎来了 你谈的是这个 你就要不参与政治 太个人了 太方式 太方法了 而这个东西 方式方法呢 不是在揭示 事情的真相 而是相当的 报复的成分 和政治成分吧 大家也别说人家报复 非常政治成分 和政治手段 它不适为一种方法 我跟大家解释过 班农相当的实感 也有手段 如果不实惯 没有手段的话 当年2016年 他负责川普 不可能获胜 所以正是他跟川普 两个人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美国传统的政客的氛围之内 就像说 打麻将三缺一 把路上拉了一个 他不会玩 你跟他说 就这么玩就行了 他老银牌 他老赢钱 还有那哥仨会玩的 老书钱 一溜小屁 他走向胜利 其实班农跟川普 在进入政坛 2016年 就有这个成分在里头 那也正是班农 川普的氛围 那作为政治精英 就是这个社会的政治精英 什么商业精英 就是左派势力 那些精英的一切 意识到川普这样的做法 一针可以扎透一个大麻包 所以他们才采取了极端 非常的守法 要治他于死 因为他是真实的 虚假的一切 面对真实呢 是不堪一击的 所以他只能营造更大的虚假 来获取政权 而班农又何尝不知道 所以我个人以为 在大选当中 如果班农真的回到川普身边 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了 班农一定有办法 去整治这些精英的 但是命里注定啊 命中没有班农的份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